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好高興 又在自然療化與你 與大家在空中見面了 我是袁大明 是今天的主持 我也請了我們的嘉賓 大家都熟悉的了 就是陳真誠 自然療化醫學博士 好了 我們今天的題目 是想探討比較上 是比較基本的課題 就是講生命的基礎 英文我叫做Biochemical Basis of Life 其實我們講探討生命的基礎 相信大家都對生命有不同的見解 在我們的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醫學上 都有他對生命的一種不同的看法 我們今天想和他探討 就是我們在現代的 所謂西方的醫療的遺物觀裏面 去探討生命的基礎 好 陳博士 可否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致上 我們現在講到話 你聽到話 都是因為我們有生命的原因 但是我們四處看看 都有很多其他的生命 比如昆蟲植物 各方面 還有就算和我們同類 我們只不過是捕魚動物 裡面其中一個家族 一個種來的 捕魚動物 就是胎生的動物 那些其實有很多 很基礎的生命 上面的環節 都跟我們有很多相同 譬如就算是 這個 蜆蜓 即是一種猩猩 它的基因 居然和人的基因 相差 只是千分之一 那麼少 即是不同 只是千分之一 只是不同 即是基因不同的地方 只是千分之一 那麼多 那就已經是 相差很大了 出去外面說 哇 你是個猩猩 這方面其實我們很相似的 人家也很不開心 那麼我們日常生活 以一個身體來說 當然是有不適的地方 有地方出錯 所謂生老病死 似乎是人之常態 這個雖然是幾句說話 可以籠統地做了一個結論 但是當我們是生病的時候 或者要處理我們的健康 或者我們的生命 生命就是好像一輛車 如果一輛車是目標的 即是差不多沒有生命 就可以正常運行的話 就需要好像一輛車一樣 一定的維修 一定的修理 或者甚至乎要做一些特別的動作 譬如香港最近你聽過 大家忽然間知道 香港原來有本事 連心臟都可以換掉它 當然是香港醫生試過 換錯心都出現過 沒錯這些雖然是很人為的東西 我們所謂 我們什麼時候 都是以順從自然的規律去做事 當然是比較好些的 人和車有什麼分別呢 車出廠的時候 就有最少一年兩年的保養 還有一本書給你 告訴你 這顆螺絲領多少磅 用哪一隻電油 用哪一隻汽油 不然你的車會壞 這顆機器 既然是這麼複雜 又會懂得動 還會懂得自主 就算電腦也告訴你 要插多少幅電 電腦用錯火牛 都會出事 但是人的一個難處 就是我們出生的時候 我們出產的時候 生產的時候 沒有一本天書給我們 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做 就算是 嬰兒的時候 什麼時候開始吃什麼 什麼時候開始用什麼燃料 什麼時候可以這樣這樣 當然這些所謂現代科學 或者醫學方面的知識 都是近一百幾十年才出現 還有很多時候我們有病 就趕快去找袁大明醫生 糟了 原來醫生這個行業 和這件事 根本上從前是不存在的 雖然沒錯 中國五千年前 或者一萬年前 有神龍士 有皇帝內經 寫了一本內經 或者幾百年前 有什麼出名的醫生都未頂 但是人類在地球上面 生存了二百二十萬年左右 那十萬年前怎麼辦呢 不止沒有天書 沒有保養 還連醫生都沒有 那誰告訴我們 應該吃什麼才對 不吃什麼才對 什麼時候做什麼才對 什麼時候不做什麼才對 通常來說 都是有少少人生存下來 幾百萬年來 都是所謂信其自然 原來 譬如 有些科學的實驗 其實是一種觀察 不一定把器官拆開 只是一個觀察員 就用一個比較客觀的數據 和客觀的眼光 用數據的分析去判斷 是與非 真與假 原來我們發覺 正所謂是一個遠古的食用 飲食習慣 英文叫做 Paleonative diet 遠古的食用 根據數據 客觀的觀察 對人體的健康 是比較好處 所以我們聽過很多人說 你不要吃煮熟的食物 吃生的 生果 生菜 不過 好像也沒有講究 吃生肉的人 不過是菜蔬不煮熟 有的不是沒有的 根據人 當然活下來 很多時候根據前人的經驗 然後 慢慢慢慢 我們就成了一套 比較自然的規律 古人 我們最好的實例 就是 譬如中國 古代的正所謂中醫 傳統的中醫 就用不同的概念和文字 來形容這些東西 譬如陰陽含恆 寒熱虛實 不只是中國人有這樣的智慧去做這些事情 連印度也分開 有這個 照我記得 有這個 這個 這個 土 的氣 有水氣 有 體質 形容身體的分別 體質 即是將人身體的體質 分為 甚至乎 古猶太人 猶太的古醫 都有將人的健康 形容為有五個層次 他們叫做 Etheric Body 一層一層的健康 是要一層一層的處理 這些是他們的觀察 這些都好 但是近代 由於人不知為何 比較好奇 還有有本事 將一層的車 將它拆開 初期發覺有器官 後來器官發覺有不同的功用 後來每個器官裏發現有些組織 組織之下發覺有細胞 然後慢慢發覺 原來人 整個 即是任何的哺乳動物都好 甚至乎植物 很多生命 開始 都是由一個細胞 開始 我們都聽過有 Cloning 可以連一隻羊 用一個細胞 都可以Clon出來 中精子和卵巢 結合 一個細胞 和卵巢結合之後 成為一個細胞 那個細胞 大家知道 如果精子和卵巢結合之後 兩套基因一起成為一個 杯胎 即是成為一個細胞 那個細胞會形成杯胎 一路再 分化 慢慢變成一個人仔 胎兒 然後人出來 原來 我們後來也有這樣的技術 有這樣的方法 將細胞 再進一步去分解解釋 去分析它 發覺原來細胞有細胞膜 細胞膜 細胞膜 細胞裏面有不同的細胞器官 有細胞核 有不同的部分做不同的事情 然後我們再分析 原來細胞下面還有一些事情發生 譬如不同的元素 那些離子 譬如蓋離子 美離子 各方面有很多蛋白的分子 甚至乎蛋白有時候有些特別的受體 受體又會刺激到有些酵素或者煤 分泌出來混用 令細胞能夠操作 細胞能操作 於是器官也能操作 器官能操作 於是整個人 各個器官聯合起來 例如食飯、做能量、大小便、消化 甚至乎由一個點 將整個人運輸到另一個點 很多東西都出現 所有都是基於一個細胞 生命最基本的單元 單元就是細胞 但細胞裏面有很多很多東西 有很多東西 很複雜 今天就說一下 或者先出發點 就說一下 我們知道社會上 每個人 所謂如果是 你沒有資金 沒有錢的話 你很難生活 原來細胞好像人在社會上 要錢才能生活 原來所有的細胞 所有的反應 所有的反應 所有做的事情 都需要一件事 需要能量 能量怎麼來呢 能量 我們知道我們要吃東西 才會變成能量 原來在一個細胞裏面 最重要的一個關鍵的動作 就是將原料 或者燃料 比如我們人的燃料 不是汽油 就是食物 營養 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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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所謂 可以變成卡羅里 可以變成熱能的燃料 這些燃料 我們經過很多不同的程序 它是將它變成能量的分子 這個分子叫做ATP Adenosine triphosphate 或者是三輪金 三輪金 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能量的單元 但是做這個能量的單元 是需要很多東西去輔助 輔助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叫做煤 或者是腐煤 或者叫做酵素 這些enzyme 所謂 而這些enzyme 是根本上要來做什麼的呢 是要來 這些分子是故意設計來 令到 那個細胞裏面的化學程序 是不需要超高的熱能 因為你化學程序都要熱能 這些 這些 腐煤和煤 就會 減低 這些化學程序需要的熱能 因為如果沒有這些的話 我們做一點點 我們需要的熱能 是高到 簡直是把我們的身體燃燒了這麼高的 我們日常所謂這些營養 營養有兩種 一種就是燃料 將它混化變成能量 另一種營養就是這些 煤和副煤 亦是副煤 很多所謂維他命 維他命 維他命B6 B1 B2 其實這些 就是那些 幫助 這些 化學程序 幫助 主要煤 的分子 這樣 最終 其實將營養 經過酵素的輔助 可以在低溫之下 我們體溫之下 製造能量的單元ATP 我們叫三輪酸腺金 三輪酸腺金 ATP 很多人一聽ATP 大家都明白 我們身體需要能量 需要燃料 燃料就是食物 怎樣把食物變為能量 其實配合有很多很多東西 沒錯 然後 原來我們的細胞膜 細胞膜的表層 就是要做很多運輸的工作 比如一個國家這樣 邊境 海關 要管理人的出出入入 要管理貨物的出出入入 廢料的出出入入 其實一個細胞的細胞膜 一樣要做這些事情 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一樣需要很多的能量 還有 它有很多外來的訊號 這些訊號 可能是我們自己做的訊號 或者是身體外面進去的訊號 是會 是 撻著了 這些不同的程序 令到 它 會做這些適當的運輸 還有管制出入的工作 英文所謂這些是membrane transport 所以細胞膜的健康 亦都相當重要 有些營養 例如我們說的營養 有些營養 譬如為什麼我們經常說 一定要用這個奧美加三的油 脂肪酸才叫做健康呢 原來我們是用太過 就是一點都不軟的 或者太過濃的脂肪酸 我們是太多的話 我們身體會拿太多這些脂肪酸 來做細胞膜的話 細胞膜就變得比較硬 比較濃 就變得引起很多時候 細胞膜的工作出現問題 大家都聽到 經常說我們反式脂肪 反式脂肪的危險 其實它的原因就是 整壞細胞膜 整壞細胞膜 天然油通常是一種旋形 分子結構的形狀 是一種旋形 但如果用人造的脂肪酸 很多時候一半是旋形 一半是反式形 所以我經常會出現這個問題 為什麼會這麼重要 因為我們的細胞膜是需要脂肪酸的 所以這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在當然 在我們的飲食層次 其實最終最終都會影響 我們的細胞層面的現象 出現了什麼問題 是的 還有很多時候 我們吃些維他命 或者想補充一些B6、B1、B2、B12 如果我們 用一些天然的自然的製造出來的這些 所謂腐媒 它的分子 和合成的分子 是多少不同的 反過來 我們以為補充一些高劑量的維他命 誰不知你是用著一些合成的維他命的話 變成很多時候去到細胞膜的受體 或者去到細胞裏面 運作的時候 那個程序 就很大機會出現一定的問題 因為始終和自然的分子 是有差點不吻合的 所以我也經常說自然療法很強調 我們很千元的設計 和我們人造的 就算叫維他命也好 其實都是有不同的 一般的合成的維他命 很多時候它缺乏了 如果身體還需要酵素 負酵素 其他這些東西 才能令到我們那個 生化的程序是順利的 順利的 我們如果只是靠一些 所謂合成的維他命 因為缺乏其他酵素 是可以對我們身體 可以產生一種 生理性的一個負擔 一種壓力 所以我們很強調 其實食物就是最好的藥物 最好的營養 推如其次 我們叫做濃縮食物 我們選擇這些營養補充劑 我都要講究 我們是哪個層次 所以合成的維他命 其實在某程度上 是一種藥的 對我身體的藥物 是一種藥的作用 是一種壓力 即是如果你是有特殊的需要 譬如有些人需要大量的B12去補充 如果是一種藥物的藥物 也急到沒有辦法在自然的來源補充得足夠的話 當然是暫時用著合成的 正所謂逐點都要講的頂著檔先 這些最好避免長期和大量補充 維他命C 維他命C 維他命C也是一樣 最好是天然的 我們會看到 有些情況 我們有些叫做 Orphal Molecular Psychiatry 我用中文都暫時無法翻譯 他們會用一些高劑量的維他命 原來背後的理念 原來有些人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們的身體是特別需要的 例如維他命B3 有些人因為不足夠 或者不可以說不足夠 他們需要特別大的份量 也有些醫生在這方面 用維他命B3 醫療一些老人的痴癌症 可能是精神分裂 其實在這個情況 維他命可以說是一種藥物 但始終我們覺得 為什麼我們都會覺得 是好過一般的 其他化學的精神科藥 因為始終它是身體的 原本需要的一部份 沒錯 我們經常很強調 西藥和化學藥的問題 因為它是在我們身體裡不存在 它從來不是我們身體的正常一部份 也不可以說是自然界存在 只是在實驗室 藥廠在實驗室裡強行做出來 所以它強行加諸我們的身體 對我們的身體 是一種衝擊的 一定有副作用 近代來說 一般的食物更加充滿了這些 合成的抗生素 合成的荷爾蒙激素 合成的各方面的食物 這些殘餘在他們的食物裡 變成 有時候你明明都沒有吃到這些合成維他命 社會都迫你吃了一大堆 都會引起很大的健康問題 所以我們近代來說 越來越多慢性疾病發生 還有將來 基因改造的食物再出現 我們根本都難以想像 後果會怎樣 這是一個新的危機 你講起基因改造的食物 基因改造的食物 為什麼這麼不好呢 因為它根本上真的會令到我們 細胞很多基本的基因的程序 是出現問題 而出現了問題之後 它是失去了那個平衡和控制 就會很多莫名其妙的疾病 就會出現 等等我們可以再講一下 身體或者生命另一個角度 就是控制和平衡 因為我突然再看一看基因 今天早上 我們在外國接收很多資料 其中最近提起 在外國就最近有一種叫做 我們叫做 Frankensteinfisher Frankenfisher 即是科學怪人的魚 就是什麼呢 一種三文魚 一種三文魚 它基因裡面加上那些鮮 那些基因 將來會怎樣 沒有人知道 將來如果這些科學怪魚 會不會令到自然界的野生三文魚 會被它破滅 消滅 灰燃 灰燃 為什麼這個情況 大家可能都聽過 最近有講及蜜蜂消失了 一直都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發現原來有一種蜜蜂 是非洲出來的蜜蜂 原來發現這種蜜蜂蜂 蜜蜂蜂 是走出來之後 導致傳播某種疾病 一種病毒 令到出現很大的問題 好了 上一節的時間差不多 休息一會 下一次繼續和大家探討生命的基礎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錄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很快便回來 我們自然療法與你的第二節 我們今天的講題是生命的基礎 我們的嘉賓是陳博士霞 剛才我們也開始講基因食物的問題 我相信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我會讓陳博士繼續和我們探討一下 生命的基礎 細胞是我們的基本單元 當然細胞裏面有很多很多東西出現 我們需要能量的來源 能量融在細胞的轉變 還有運輸營養 還有很多其他的 細胞一路一路成長一路改變 好像一個人一樣 一個人有不同的人生的路程 譬如是這個兒童時代 發育時期 少年青年成年 我們發覺 就算我們自己的身體 我們自己體會到 也有很多不同的改變 這些改變 似乎是很按部就班 還有好像有些規律 你可以想像一下 就好像一個電腦一樣 根本上 就好像有一個軟件 好像一個程序 是存在在我們的身體裏面 其實這個程序 就是所謂這個基因 是細胞裏面細胞核的基因 來掌控了 這個基因 上次有一集都提過 有時會被一些不同的東西搞壞了 需要維修 也有一定的生命長短的局限 這個基因 我們近代已經有一個Human Genome Project 這個基因的工程 已經全部都找出來 當然不僅是細胞生命 器官的生命 旅程 整個人 整個整體的生命旅程 都差不多是這個基因去調控 去控制的 上一次我們講過 就是基因受到損害的時候 有一個是基因的守護神 就有一個特別的基因 叫做P13 就會幫我們維修這些損害了的基因 當然我們很簡單 如果想不生病 如果你不停地維修我們的基因 就不知不會生病 我們通常來說 老化 衰老的原因 都是因為 程序或者基因出現問題 生理上的運作才會出現有不妥的地方 我們覺得這些可能就是老化的原因 如果籠統一句 隨便說 如果一輛車不走 就老了 不要緊 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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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理論上 如果一輛車或人 你不停地維修 雖然經過歲月的摧殘 是不用怕的 每天都這麼新正 每天都這麼省美 都不是說沒可能的 是吧 那麼就 我們說到這個 即是說到這個生命的基礎 除了這些生化的程序 有包括 即是他做的事 包括製造能量 包括運輸 包括控制細胞 或者那些生化的程序 什麼時候做什麼 什麼時候不做什麼 這些都很重要 當然 另外 也都有 這個 這個基因維修 也都說是很重要 另外當然 有這個 對環境的適應 還有 當然 最重要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 將我們的基因 或者將我們的生命 繼續延續下去 被有下一代 那麼 所以呢 這些 所以我覺得這些 將我們的健康 和我們的 細胞裡面 器官裡面的生化程序 直直去到保護我們的基因的完整和健康 根本上不是說只是一個人的責任來的 這個簡直就是整個全人類的生存 這個簡直就是整個全人類的生存 這個最基層 我們可以做得到 多少 多少 它 貢獻給人類未來的生存 是相當重要的 是相當重要的 那 講起 是相當多聽眾 發問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 這位女士 就說 是很有趣的 讓醫生說 因為那個節目出了 我也有很多很多聽眾的電郵來 我們也看到 其實有些電郵之中 你看到 香港很多人 是有癌的問題 而往往已經變成很美奇 好啦 那這位 這位 這位 Angela Angela 她說 我是Angela 那 講他自己 對不起 我已經50歲了 親年前患了肺癌 阻肺 同時 亦都有空腺瘤 我英文叫 Fymoma 應該 還有一種 重症肌無力 minus veniogravis 2012年1月 我第二次 就是有肺癌 是去了 由左邊去到右邊的肺 但幸好神保佑我 一早發現 亦都是初期 那做了些微創手術之後 就不用化療電療 我亦都當時康復得很快 記住 七年前第一次 那就是2012年上演 就是第二次了 那在我電台裏面 就聽到 我們那個節目有講盧筍 那個醫生 主持人跟我說 這兩次的癌是不同種類的 亦都很可能有第三次 我相信 很多人都有這方面的經驗 癌的如果處理得不好 是很容易腐化的 好了 當我聽到你的分享 很開心 知道用簡單方法可以預防癌 那如果呢 我就想問我的個案呢 是需不需要每日吃四湯匙的蘆筍呢 那因為呢 我怕著呢 不是每日都買得到的 那如果我只是用兩湯匙蘆筍加水 早晚個吃一次 怎樣呢 那如果你說要煮熟蘆筍呢 大概用20分鐘 那會不會太熱呢 令到營養流失了 那希望你解答這些問題 那好啦 那其實上次呢 都再跟大家再詳細些講講 其實一般的行我看到的資料呢 其實網上大家一上去都看到的了 那就每日呢 就是兩次每次四湯匙 那其實蘆筍呢 香港很容易買得到的 那你買定多些就是雪櫃咯 那煮了之後呢 就打糊 打糊之後就收藏在雪櫃 所以吃的時候呢 就每日兩次每次四湯匙的 那我剛才所說的的病呢 是有肺癌 由左邊 跟著空腺癌 跟著是重症肌膜 可以這麼說呢 真的很多問題 不只是單一一個問題 那陳博士 你看這方面 這個病人所說的問題 你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的 第一呢 似乎Angela那個 癌症的病發的歲數呢 是根據觀察 我上次都講過 我們上次講過 Livarmoni syndrome 就是那個李醫生 和Farmoni醫生 他們的臨床觀察呢 就發覺呢 如果是年輕於46歲的人 就說有這個癌症的病發呢 就很大的機會是因為基因的問題 而它是不只一種癌發生在同一個身體 而是兩種甚至乎三種癌 很多人呢 生癌呢 一生一生生一種癌 已經夠了 當然有時候現在 其中一個比較高的呢 就是 在小孩子的時候 生癌 而是用了化療來治療 它很多時候會好起來 然後呢 就是因為那些化療 對基因的影響 對好的細胞基因的影響 是引起它 到年紀大了一點的時候 通常是 到三四十歲以上的時候 就會有第二種癌症出現了 似乎呢 Andra女士這個情況 就不是說她 譬如十歲八歲 十幾歲 未成年 未成熟的時候 是做過化療 那麼 她呢 也都有另外一種 是跟基因有關 Maiocinia gravis 我們相信是跟基因有關的 所以有可能呢 Andra這個情況呢 就根本上她的基因呢 尤其是P53呢 或者是其他 對這個基因維修 和守護的基因呢 是可能有不穩定的情況 那是不是個個基因不穩定都會病發呢 不一定的 如果你不去 衝擊這些基因的完整性和穩定性的話呢 都有機會不會病發的 另外呢 如果你 雖然有多少避免不到的衝擊 但是你是日常維修得特別好的話 足夠的維修的話呢 就病發呢 也都有可能不發生的 那就似乎 Andra女士呢 現在呢 就已經這麼多樣東西 沒有出來 很明顯呢 就她 日常生活 對基因的 除了基因是比較弱之外呢 她的基因呢 也都受到一定的衝擊 如果那個維修率呢 就完全趕不上那個衝擊率了 那麼最緊要呢 就除了你要日常要補充一些 能夠穩定你的基因的這個營養品 或者是食療 或者是可能比較積極些去補充一些東西之外呢 可能呢 你就要避免 最緊要呢 就是避免 基因的衝擊 譬如一些自油肌啊 或者油尼肌啊 炸得香的東西啊 煎得焦的東西啊 譬如燒烤啊 這些燒焦了的東西 都很高油尼肌的 那譬如呢 就算是 我們早前在香港很盛行的 個個都很喜歡吃的地溝油 裡面呢 原來呢 那些是變了質的脂肪酸呢 都會直接衝擊 不只是衝擊我們基因 還會直接衝擊偏銀三 當然我們 出了名的 二手煙啊 或者一手煙啊 就是普通的煙葉 是經過助燃劑去處理的話呢 這些Benzopyrin呢 是很早他很早期很早期已經知道呢 他是直接 不只是衝擊我們的基因 而是衝擊我們的偏銀三 直接對偏銀三有影響的 即是他連守護神都去打斃他 那 沒有人再去維修你的基因 當然越來越多 這個不妥的地方的話呢 日積月累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 這個疾病呢 就會出現了 那麼 日常的食物呢 有什麼可以幫助 我上一次都說過了 這個露筍呢 裡面有很高量的 早蛋白 早蛋白呢 Histone 也好在早蛋白呢 是不怕熱得來 加熱是不會 不會弄壞他的 不會破壞他的 那不止 原來呢 這些早蛋白在露筍裡面 就要經過加熱才可以 還有用水煮 才可以釋放出來 才可以釋放出來 所以不煮過這些露筍呢 就 效果呢 反而就沒有那麼好的 那就 除了早蛋白之外呢 還有 其他的東西 很簡單的 譬如薑那麼簡單 令到薑有一股薑味的 Gingeral 即是薑汁 裡面有個 這種醇 直接會促進他的皮牙三 基因的活性 上次都有提過黃薑 薑黃 對 咖喱粉 咖喱粉 Tumeric 或者Curcumin 都是 直接保護我們的 居然是直接保護我們的皮牙三 基因 那麼有趣 另外呢 就很高流 你知道那些 那些叫做氫化流的食物 譬如酸 酸 是 他呢 會提高 我們的 基因的穩定性 以及對基因是一定保護的作用 當然 基因最容易受到 受到衝擊的就是 受到氧化 所以呢 那些油尼基的氧化 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抗氧化的物質 譬如 這個 提子 裡面的 OPC Oligo Proanthocyanidin 或者 Reservatrol 這些 當然 法國人 盛產紅酒 也很喜歡喝紅酒 法國 就發覺原來 紅酒裡面 有適量的 這些 這樣的 物質 對抗氧化 也有些 好處的 還有 綠茶 綠茶 這個茶多酚 所以 中國的綠茶 也都 我們 將綠茶 來提取 這些茶多酚 就是 作為一種 藥物 所以 日常 喝多些綠茶 還有 橙皮 白色的部分 橙皮 Bioflavonoid 也有抗氧化的作用 不同的排毒 在此 很強調 其實病因是兩個主要因素 毒素內醉 營養不良 毒素內醉 營養不良 所以我們在自然醫療的處理方法 都是用不同的方法去排毒 譬如 有時定期的斷食 洗腸 淋巴推動 有時我們的養分 一邊踩單車 一邊吸氧 其實這些是一種 幫我們身體排毒的機制 然後 營養補充 在我們的診所裡 我接觸了很多癌症的病人 基本上 我都是介紹三本書 第一本書叫做癌症不是疾病 Andre Morris 已經很幸運 翻譯了中文 第二本是講國心療法 國心療法已經很久歷史 早年 也有很多實例 證實了很多美其癌症都能幫得到 國心療法為什麼有好處呢 因為很多事情是你自己可以做 即我們不是說一定要用高科技 靠醫生去做 有很多是自己的飲食方面是很重要的 這是第二本書 第三本書是一位日本的西醫 那本書的內容說 其實你真正的治療是醫院之後 即是你做到化療好 電療好 你以為那個治療 那個不是真正治療的 真正治療是離開了醫院之後 你能夠做到什麼 這本書介紹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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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我們說的 爐筍是只不過其中一種簡單的食療 大家不要以為 靠爐筍什麼都搞定得了 這絕對不是我們的意思 那說回來 我們聽說有很多人 可以有很重的疾病 甚至乎癌症 只要有一個很正面的人生觀 可以不至於都有 這個英文叫做spontaneous remission 我們當然是不可以靠它 那為什麼呢 譬如說一個人 我們呢 除了我們的身體 身體裡面有器官有細胞有組織 這些這麼具體的東西之外 似乎我們跟很多其他活在地球上面的體系 有一點點不同 似乎我們懂得思考 我們有感情 所以我通常就講到 這個body spirit and soul 講人的身體 我們的精神 還有講到靈魂 究竟這些講法 就是有沒有根據 根據觀察當然是存在 否則我們都根本好像機械人 就不會去明白這麼多事情 不會去我們自主地去做這麼多事情 或者我可以略略地講一下 這些又有沒有科學根據呢 原來我們人的神經系統 就有我們自主和不自主兩個部分 不自主神經系統裡面 就有膠感神經和副膠感神經兩部分 在臨床的觀察和歸納下來 是曾經在Lancet Oncology 是一個世界上很有權威的癌科醫學文獻 就在2005年的時候 就已經有英國Southampton University的科學家 已經寫了一篇文章 就根據他們觀察 發覺原來我們當我們的副膠感神經 尤其是副膠感神經裡面的迷酒神經 Vegas Nerd 受到一定的提高和刺激的時候 我們的腦 人的腦 居然是可以做些分子出來 這些分子會莫名其妙地 將那些癌細胞 命令那些癌細胞去自動刁亡 即是叫他們自殺 根本不用找西藥 不用找醫生 也分分鐘不用去找誰 根本上我們人的身體裡 似乎是醫生、藥廠、藥房 都已經在我們的身體裡 很幸運 剛才所說的 我們剛剛找到一本中文書 是一本講治療神經系統 裡面很詳細的解釋 治療神經系統 其實是調理我們身體的身肝皮肺腎 在我們中心有一個很簡單的工具 由我們的心跳率的變異 是可以測到我們的治療神經系統的狀況 在某種程度上 這個測試是直接測到我們的健康狀態 沒錯 我試過在我的病人 試過有些情況 測出來的情況是很差很差的 例如一般來說 120以下的 我叫做Tension Index 120以下才算是OK的 有些人去到一千、二千 基本上那些人幾天就過身 這跟我們治療神經系統有關 所以在我們診所 我們通常所有病人 都給他做這樣的簡單測試 看他的治療神經系統的功能 去到哪裏 還有一個蘇聯的太空科技 其實這個蘇聯的太空科技 其實他過去的臨床 是處理過很多不同的疾病 其實他在做什麼呢 其實他是由我們的脊椎 來刺激和調理我們的治療神經系統 所以很有趣 我有工具 可以幫你測試治療神經系統 去到哪裏的階段 還有我有一個很新的 大概十多年左右的新科技 可以說中肯一點的科技 是調理那個不治治療神經 對 尤其是腐膠感神經 已經在這裏 所以可以解釋到 蘇聯為何解釋到 什麼病都在這裏 其實重心就是治療神經系統 那本中文書 我現在手上不在這裏 所以我一時間就說不出名字 但這本書在我們的健康店有了 我相信在外面 都有機會找得到 是成本書是講治療神經系統 和我們健康的關係 但我們自己都做得到的 如果要提高我們的腐膠感神經 譬如冥想、念經、唱歌、歡樂 做一些沒有目的的 如是很悠閒的活動 其實正所謂是這個 這個調色我們的自己的情緒 感情各方面 都是可以提高腐膠感神經的率 亦都有這個治療 所以我們都聽過有音樂療法 冥想療法 很多不同的事情 都是我們日常可以做得到的 在一個生化層面以外做到 那我跟大家前一陣子 我都提一提過 香港有一位女士 Anita Anita Mojari 她曾經患了第四 Hodgkin lymphoma 一種臨巴癌 去到第四期 可以說是一個經歷 去到另一個境界 陰間也好 她領會了自己的患癌 跟她自己的性格 一種恐懼的性格有關 她一明白之後 她就回來 在七天內 她整個美期癌症完全康復 她的書叫做Dying to be me 這本書是在美國紐約的流行榜 曾經上榜名 Anita是香港人 即是地道的香港人 那本書值得給大家去參考 我所有癌症病人 我都是介紹 如果你英文程度足夠 不妨你去買那本書 叫做Dying to be me Anita Mojari 我相信香港的一般的書店 你先打電話問一問她 她們應該都會有的 好了 非常之多謝陳振誠博士 和我們今天分享了一些 很基本的生命基礎的知識 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首先和大家說真拜拜 我們不久將來 陳振誠會和我們繼續 在我們的自然療法院裡 不定探索自然療法領域科學的基礎 好,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